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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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我跟家伟还有约 字幕志愿者 一璇 你们在听我说话 真是的 叫疼了这么一天 怎么还不睡 谢谢你 我只是阻止了一场错误的婚姻 避免了大家的遗憾 是万幸 你不用谢我 其实我想和你说件事 忙完夏姿系列的早秀之后 我想回到实际 为什么 我想应该跟工作无关吧 是因为画天旗 他居然对方一飞 还有感情 你怎么知道的 他今天都跟我坦诚了 我原本以为 我原本以为他改了幻面之后 应该就会抛下过去的种种 没想到他对易飞用情那么深 难怪你会招架不住 如果你们继续工作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为难 除非 没有除非 我和他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那是当然的 你又不是易飞 面对同一个男人 当然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那就这么办吧 大秀结束之后 你回诗经工作 谢谢 对了 最近你妈妈 一直跟她在身边照顾她的人表示 她的身体已经康复了 她非常怀念以前那种 可以脚踏实地工作 养活自己的日子 你是说 我妈她想出院 医生已经做过评估 认为她出院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她已经不想待在疗养院 硬逼她在那儿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 我在上海帮她找了个房子 也开始着手帮她安排工作 我想她再过几天 就可以到上海来了 没想到 你为我妈做了这么多 不过你放心 如果 我和我妈见面的话 会实现正能你同意的 我之所以能够告诉你实情 我知道你是个有分寸的人 对于这点 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谢谢你的信任 是由总裁 跟你说过了 不用谢我 你说不用 就这么顺口吗 接受我的谢意 没那么难吧 谢谢你了 谢谢 经营长 这是你要的设计稿 方设计师已经如期完成了 她让我给你送过来 她怎么不自己过来 因为这一次是装修的关系 所以她忙得抽不开身 市场你要是有什么事 你就找我好了 我会替你转告她的 我知道了 执行长 其实 我觉得你天天这么找方设计师 真的会影响到他工作 更何况他也不是原来那个方亦菲娥 所以 我觉得 你们俩还是稍微保持一点距离 会比较好 你可以出去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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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华天琪 你有毛病你 不管我订没订婚 都和你没有关系 我们之间 不可能继续下去了 华天琪 不要再纠缠我了 不要再纠缠我了 你要抱着受害者的角色 什么时候才甘心 那个时候 我不是失忆了吗 脑袋被撞坏了 所以说了那些话 你难道就因为这些 就要痛恨你的过去吗 从来没看过你这样的人 失恋有什么大不了啊 你有本事向前看啊 我觉得你天天这么找方设计师 真的会影响到他工作 更何况他也不是原来那个方亦菲了 我小的时候 很喜欢在许愿书下面玩 我还真看不出来啊 你妈妈淑雨昕她可以给女儿这样的温度 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我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方亦菲了 我告诉你华天琪 我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你知不知道人要脸树要皮 她都已经这么对你了 你还想让她干嘛 不是我对我喜欢的女人这个样子怎么样了 我觉得在喜欢人的面前面子很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啊 对不对 当我看着你的心想要在逃跑 看着你的心里早准备好 当我时次对你更好 没想到你却说不要 我无非就是这个 所有的问题都想要 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所有的问题都想要好 我觉得什么才叫真正的男人 就是可以给你爱的女人幸福 就是可以给你爱的女人幸福 追逐的拥抱 这才是 纯野蛮 我只想到你却说不要 我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不好 所有的感情都未浪费掉 诺气都能回到 追逐的拥抱 还在吗 你来干嘛 昨天说得对 你说你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方亦飞了 而我却不知羞耻地想要跟你重新开始 想要回到过去 所以 我是来道歉的 那你至于 大老远跑过来吗 因为我决定了 我要好好地认识 就是这个全新的方亦飞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可以当做我们不曾相识 不曾相恋 甚至是不曾反目成仇 如果我在这一次大秀之后 你势必要离开 那么我希望在这段倒数计时的日子里面 我们可以好好相处 我希望你可以没有压力离开 你说得真是假的 你说得真是假的 我们不要回头了 一切重新开始 全新的方亦飞 和友善的花天机开始 过来 过去的方亦飞呢 不喜欢吃这些路边摊 但是我知道 现在全新的这个方亦飞 很喜欢 所以我想把这些当成是我们认识的 见面礼 所以我想把这些当成是我们认识的 见面礼 你如果我不喜欢 我马上走 你如果我不喜欢 我马上走 等等 我干嘛放弃和你和平相处的机会啊 努力这么久 就为了现在 来 你好 我是全新的方亦飞 你好 我是全新的花天机 开动吧 既然我们和解了 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来 敬我们好好相处一倍 没有压力的一倍 干杯 干杯 进来吧 想不到 你这么准时 送你的 第一次来家里约会 对 我也不知道应该准备什么好 谢谢 我挑了一些片 但是我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类型 我以为你喜欢热闹 爱去电影院里面看的 我想说我们两个都在一起了 在家看比较温馨啊 也对 对了 我还准备看电影应该要有的爆米花 饮料 还有零食 我相信 一定会比电影院舒服 对于我来说 衣服就是要穿它用它 而不是在家里把它供起来 像宝贝一样 还有啊 就这些菜啊 这些 根本重要的 不是它怎么摆盘 怎么精致 怎么漂亮 我觉得啊 还不如好吃计的 相反啊 满嘴油腻更有味道了 是的 你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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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 还有工作要做吧 要不 你先回去吧 这些我来处理就好了 嗯 这些我来处理就好了 好吧 你早点休息 我都喝了 晚安 你 feelings believers 呢 嗯 嗯 嗯 你怎么来了 我来工作室想找你吃饭的 结果发现花天气已经在里边了 你们俩在一块吃饭 有说有笑的 他来找我道歉 我总不能拒绝他吧 所以你把工作的地方搬到这里 说是要和花天气保持距离 统统都是骗人的 我没有骗人 是花天气说 他想和我好好相处 在我离开夏子的时候 没有压力 你信他 他 今天晚上这个工作室 就像是你和花天气的秘密基地 好像你们两个在这里 就可以不用再以别人的眼光说笑 你以前明明很讨厌他 可你现在的样子 你现在的样子简直 简直就像是和花天气旧情复燃 什么叫旧情复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又不是方亦菲 哪儿来的旧情啊 那你和花天气现在又算什么呢 你自己说你不是方亦菲 可在她花天气眼里你就是 她现在猛现殷勤 你不拒绝 她左一个方亦菲 右一个方亦菲 你又有什么时候没有回应过她呢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 难道我要告诉她 我叫沐小言 我叫沐小言吗 还有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跟花天气在一起啊 你是不是吃醋了 那我就告诉你 我喜欢她怎么了 我就喜欢花天气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用方亦菲的身份 偷偷地享受和花天气相处的感觉吗 你哪儿看出我享受了 你知不知道我每时每刻 都要活在别人的躯壳下面 她从头到尾 爱的就只有方亦菲 而我是沐小言 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我做的 就只有去答应淑雨昕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我只是方亦菲的替代品 我又不是木头 我有自己的感情也不能发泄出来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珍惜 我在下次最后的日子 小言 喜欢一个人是控制不了的 能放胆去爱 去表白 是幸福的 如果不能 那也没有办法 让自己就这么不爱了 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你就只是 真的爱了 真的陷进去了 因为我懂这种苦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这么久的老交情了 所以我再也不会 逼你远离花天气了 在下次 剩下这段日子里边 就顺着你的心意去做吧 就算到最后伤痕累累 所以 还有我这个老朋友的肩膀 可以借你靠着 痛苦一场 你这个傻瓜 谢谢你 男女主角好不容易在一起 却又是死别 我还以为是爱情喜剧 没想到结局是这样的 对啊 我也没有想到 那你为什么找我看这个片子 因为我听说这部电影是讲有关于朋友变成恋人 所以我 所以你想到了我们是吗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的男主角很像康杰 而且男女主角之间的互动也很像你跟康杰 我不是因为康杰才想看这部片的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干嘛那么激动啊 别提那个讨厌鬼 气氛不就被他弄僵了吗 对了 对了 你想想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啊 我前几天看到 我觉得很有趣哦 好啊 你好 一轩 一轩 放一轩 哎呦全家福哎 都在哎 这这这王明 还有还有还有 王明跟李春 对对对对 他们以前最爱笑我是闭猫了 就是他们俩 我记得因为这件事 康杰还揍了他们一顿 之后还都用关系 逼他们转学 没让他康杰那么小就会都用关系咯 赶紧我放一圈 我让你们也进去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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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杰你好勇敢哦 每次都保护我 动物长大一定要嫁给一个 像你这么勇敢的人 干嘛要嫁像我的等 嫁给我不就得了 你真讨厌 怎么了 嫁为 你可以吻我吗 嗯 对不起 对不起 一轩 你回来了 你看到一轩了吗 我怎么觉得他这两天怪里怪气的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放心 他没有事情 你和一轩谈过了吗 他有没有说发生什么事 他现在这个叫热恋七症状 为什么两个吻 感觉那么不一样 你可以吻我吗 嗯 我真的非常希望 他能够明白我的心意 好 嗯 嗯 明明我跟他只是朋友 为什么心跳一直这么快 啊 他那个吻 又代表什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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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一轩 他真的恋爱了 他现在就是热恋七症状 什么意思 本来我还担心 他跟白家伟在一起啊 是为了忘 忘掉什么 方亦轩不是一直反对我和康杰的订婚吗 我觉得他是在赌气 他逼自己忘掉这件事情 所以才跟白家伟在一起 没想到我今天看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对白家伟是真的动心了 你现在的状态真的越来越像个姐姐了 我没有要代替方亦菲的意思 你不要多想 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关心亦轩的 你做得比我期望的好得多 亦轩现在没事了 你放心 那我回房间了 应该让亦轩再独立一点的 可是事情老是往反方向走 这样下去 亦轩真的能接受亦菲死了的事实吗 我回房间 奇怪 我干嘛那么紧张啊 明明是她吻我的 又不是我冒犯她 我在怕什么 我干嘛回播 喂 你刚刚播的电话又挂断了 三更半夜把人吵醒 是不是闲话来工作 是你亲我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啊 你是不是亲过太多女人了 你都没有感觉 怎么我好像闻到 一股醋毯子打翻的味道 莫菲之一闻 让你爱上我了 你在说什么 你该不会吻我的时候 像吻其他女人一样 没意义吧 你对我来说 从来就不是什么其他女人 你知不知道啊 公主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就是你方亦萱 不是什么其他人 那那个吻代表什么 那个吻是 等一下 如果 如果你接下来要说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那明天见面说了 好啊 早点休息啊 不然明天没精神了 等一下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情约一日啊 好像还蛮有名的吧 我没看过 你想看啊 我不想看 我讨厌那个结局 我是想叫你不要看那部电影 好啊 那我肯定一部看 晚安 拜拜 喂 妈 你到上海了吗 那你一个人整理家具 还要布置房间 可以吗 这哪用得着我操心呢 你老板人可真好 不光给我找了这么好的房子 而且这房子里啊 什么都有 是吗 那就好 对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得去面试餐厅经理呢 你老板给我找的 我可不能迟到了 我知道 大妈你要记住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身体都是第一位的 知道吗 你这一年北京真是没白呆啊 左一句知道了嘛 又一句要记得 越来越把我当小孩了 我不是担心你吗 那好 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拜拜 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发呆呢 刚好被探班的老板点个正常 好 执行长 我刚刚在想我的设计 执行长 你换发型了 我只是希望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 是啊 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啊 轭标 阿里克斯斯额 Mountkun 马杀到山海展出了 要是过来送票的 你知道 滤 我超级 超级喜欢她的设计 我知道 你跟我说话 我很欣赏 艾利克森那麦昆的作品 在她的设计中 可以看到想象的张力 让穿着者 逃离现实的平庸 当时你跟我这么说 我还以为那个方亦菲是戴了人皮面具 来假扮她的 过去那个喜欢 CocoChanel VU内的方亦菲消失了 球员带着的是一个充满了活力 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全新的方亦菲 对于我而言 这个方亦菲更具有魅力 这个 可以送我一张吗 我们一起去 那时候见 如果 如果你接下来要说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那明天见面说了 好啊 经理 谢谢你啊 我明天会准时来上班的 谢谢你 再见 好啊 原来这段期间都是你在跟踪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要对我干吗 不要 不要报警 千万别报警 都是我不好 方小姐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对不起 方小姐 都是我的错 方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办呢 赶快走吧 下次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不然我饶不了你 谢谢 谢谢 谢谢经理 谢谢 怎么是你啊 怎么会有易飞的照片啊 这什么时候照的啊 哎 站住啊 快说 我什么随身带着我的简报 还有我姐的照片啊 我姐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请你相信我 我没有恶意 我 我真的没有恶意 如果你没有恶意 那有什么不敢说的 你一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才那么害怕的对吧 没有 真的没有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说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你别逼我了 我求求你了 早在那边装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我的药 我的药 你的药在哪里啊 我的药 我 你的药到底在哪儿 你的药 药已经吃了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要是不说 我就把你当时在健身房偷归我的事情 告诉你现在的老板 还有所有人 让你找不到工作 别 千万别跟他们说 我说 我说就是了 我看了 你现在还没想到 我看了 是 我听说 你做到的 我看了 我看了 你做到的 ony 你是 你没想到 你 这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收起我们家这么多简报啊 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你怎么会 你怎么有 跟依菲的合照 依菲认识你吗 不可能 依菲不会认识你这种人 你到底是谁啊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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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你觉得我要是现在做手术的话 成功几率有多高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手术的事情了 你对你自己的病情向来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啊 最近我觉得身体状况不错 我再考虑要不要试试看 就你目前的病情来看 手术的风险依然很高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贸然进行 好 我知道了医生 谢谢你 如果你真想手术的话 这可能需要你和你的父母 一块来一趟医院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不用了 我只是随口问一下手术的事情 请你不用告诉我的父母 需要的话 我自己会和他们商量的 我不想让他们 因为我心神不安 嗯 没问题的 那你安心养病 那那个吻 代表什么 那个吻是 等一下 如果 如果你接下来要说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 我不想在电话里说 有一种爱注定 你做珍贵 像天使的眼里 清扎的眼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